翻开眼前这本书 一个个温暖的小故事 随着纸墨的清香悦然心间 书本厚而不重 文字已轻盈温暖 在香港中环维港之盘 一间中资企业的办公室里 记者见到了这本书的作者 已经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了 六年的内地青年赵阳 我在中学的时代 经历了香港的97年的回归 所以在我大学毕业之后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我都是在寻找机会 能够来香港工作 生活 后来在2015年就来到香港了 上世纪80年代初 中英盘盘让香港牵动着 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赵阳的父亲身为军旅作家 对香港有着格外的深情 赵阳在父亲对香港的 深爱和憧憬中长大 随着父亲的过世 这份执着也被他悉数集成 2005年到2015年 也就是刚开始那时候有自由行之后 我呢在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个周末 大概就是星期五来 星期天走 我不是说就是来了去购物 去打卡 而是说我真的是要在这儿看一看 感受一下香港这个城市 本身的一些味道 那么坚持了十年 也有一百多次 甚至有好几年的春节 我都是在香港就是过的 正如赵阳所说 他更愿意走入香港深处 与更多本地人交朋友 他说这样才能更好地融入城市 在这里扎根 于是热爱文学 又善于发现美好的赵阳笔下 就流淌出许许多多的温情故事 开始是刊登在一些媒体的专栏 日子久了就有了香江寄去 书中收录的一百二十篇随笔 偏偏温馨眷勇 即使是在休立风波那段 灰暗的日子里 他记下的也是默默温情 很多人就因为这些事情 都在问过我 说你为什么 因为我在写专栏 他说为什么你专栏的文章 写出来的香港的这个人啊 事啊都那么暖和 我说因为我遇到的 都是暖和的事 我记得那一年呢 我去这个医院去看医生了 那么这个很多这个医生呢 就是当时的一个情况是 就是说普通话 就会这个明里暗里的 会比较的怠慢也好 会怎么样也好 但是我恰巧呢 就遇到的都是一种 很良心的医生 他就说了 他说不论是你从内地来 还是你就是香港本地人 他说在台湾里都是一样的 他说我们都是中国人 医生 囚友 甚至街市里的麦菜狼 赵阳用心记录着 每一个香港人 给予他的帮助和温暖 他说在这些温暖中 他看到了香港的希望 一个城市是有它的温度的 那么香港这个城市的温度在哪里 就是每一个香港的人 他所展现出来的 他善于发现一个社会的美好 这个城市的美好 看起来是非常小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 对于香港这个社会 非常有信心的一点 工作之余 赵阳时常和香港的中小学生们 聚在一处读些经典文章 或古诗词 教他们讲普通话 他说文化的认同既要有 大环境的带动 更需要每一个个体的努力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 每一个人去突破的 而且我觉得要善于 去汇聚这种力量 每一个人都要有这样的一种 带动的这种作用的时候 这个社会就好了 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有的时候 大家都向别人来做 我觉得这种心态 其实是这个 对于香港现在的 这个情况来讲 是最要不得的 都向别人来做 那是别人的事情啊 那是政府的事情啊 那是康文署的事情 那是文化各种事情 反正总之不是自己的事情 我说那如果这样的话 没有这个东西永远进步不了 赵阳说 当下的香港需要三个融合 香港青年与内地的融合 香港不同背景青年的融合 和各种智慧的汇聚融合 他希望自己在融合中 发挥粘合剂的作用 也相信这一切终将实现 我始终相信这个地方 香港这个城市 是值得去爱的 是一定要真心地去爱它 所以我在这个书里面 我就写的是 希望这片土地上的人 就在这里 在一起 团结一心地往前走 一定会好 一定会好起来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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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